新闻传播及新闻教育工作 是我的终身置业 45年来对自己的专业和良知负责 报道不作假 评论无语辞 编辑下文二约 上天难熄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 一书内容传以事实为准成 几害年春夏之交 特区政府强推未经咨询民意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百万港人上街抗议 林郑月娥及其领导的政府逆潮流移动 借口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呼吸警察濫权 濫暴濫告 愤怒的年轻一代拼弃和理非 以死相扶 林郑月娥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 警察禁止集会游行 勇武抗争无日无之 香港政府是和 北京当局重欲养恶 波兰撞阔的反政府运动 乃演变成反共抗暴运动 而此间反对派大路及斩路头角的少年英雄 争取国际奥援不为余力 触动中国共产党神经 庚子年初武汉肺炎开始肆虐全球 专权政府以防控疫情为由 倒行逆施 削弱市民的基本权利 5月下旬 北京人大通过涉港决定 6月30日通过港区国安法 香港管治由专权顺之暴政 党国体制取代一国两制 香港的全族浪亡 缺于俄境 为了彰显公义情前庇后 我们出版《夏文二药》上天旦夕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一书 在当权者散改历史之前 将卖港权奸的饭行记录在案 这是文明与野蛮 正义与邪恶决战的记录 这也是为香港日后可能出现的 转型正义运动 提供其中一个追究政治 刑事 道德责任的参考之了负 编著者 王毓民 毓民新书 《夏文二药》上天难熄 从《己害事变》到庚子暴政之 《权奸卖港实录》 《平装版》及《征装版》 已经有现货在普罗发售 《传书4式印刷》 516页 大家可以亲临普罗 又或者经普罗的网上商店购买 《平装版》每本港币190元 而《征装版》定价港币280元 多谢大家 《征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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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都是意料中事的,其他那些人就一定是抛到五月三十一号的 但五月三十一号上一上庭可能又要押后半年 这个就真是被判先坐牢,所以这条法例是不是很难呢 你说国安政,他动一动就担着这个国安法,不然就不像普通原则案件 那你就随时可以保释的,只要法庭接受了你的理由 现在不是,现在那个说法就是,你一定要保证 法官一定要认为你,是不会在保释期间再犯,我都没犯过 他都没定罪,你认为这些法律现在是,对吗? 很简单,他有枪,有炮,有权,还有,如果你想有 有枪,有炮,有权,加上没有良知,那你就死了 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中外历史很多这些所谓暴政,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就希望,这帮泛民主派的,老的乱的都好,你现在只能够停满心水,是吧? 就是,终有一日,可以见到何清,压力真的不可以放弃那个斗志 就是不要哭,没有意思的,是吧?虽然,在法庭上,讲那个保释申请理由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就是星雷区下有些人那样,那哭有什么用? 哭自己又哭香港,现在是,再哭有什么用?面对这个法西施政,是吧? 你是不可以示弱的,因为现在你看那些建制派张牙没走,包括那些奴才,九等奴才,都在张牙没走,是吧? 有人告诉我,陈文祖党,我跟着看他祖党那个内容,说他那些人,要跟祖国合作,真是,总统有得做好,他不是说想做总统吗? 总统是香港国的总统,现在是一国两制,基本法,他不关得多年来看,又不是这个境组,基本法阴构我,真是真相大白, 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人渣?包括这些人渣,你现在要许高民这些人渣,包括你支持他, 你什么上个礼拜,礼拜一说礼拜又立刻有人,你又在那里快点,运勾过,我担任你王杨教授的, 是吧?包括你派那些阴诗指给我,是吧?给你骤人做,是吧?我很硬正的,你现在骤我病死又行,骤我家再死又行,你就骤我,我骤你了, 因为你投共的,你们现在这帮人是所作所为和抗争者,有白痴仔叫他们根文, 只说他们仍然是抗争者,立法会里面唯一一个抗争者,不是白痴的, 这个是,这些人我们要声讨他,建制派这些乱家产我们要声讨他,是吧? 我现在斗你不过,我声讨你行不行?是吧?所以不能够怀忧丧志, 不可以喊苦喊佛表你会是人异样,是什么这么大件事?是吧? 人的事,老实说,是吧?有公义的,大佬,是吧?是吧?是吧? 譬如你对于这些,一个运动里面,中间有人退出,中间有人叫你不要投降, 这些,喂,在历史上,香港历史上都要你比比皆见, 我都不在我身上,不知道发生多少,我不觉得奇怪,是吧? 但是你被人说两句,你要走,你怎么能攻击我家人, 是吧?在那咒咎我,我一定全部入了你黄文达数,我告诉你, 我一定全部入了你的数,我告诉你,不是说笑的, 是,你看看你有多少个内泰力才能够,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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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些人在那够够够那些47个人,我觉得真的有问题, 你现在不要说在这件事上, 不过以前那些,再拿来说是无奈而适的,是吧? 没有人次孤独,是吧? 你现在香港人做什么选择?一旦就做信物,是吧? 你搞政治那些,你哪个去参选那些, 即是等于跪的,现在是, 你看不到今天这个政协说什么?是吧? 他有枪有炮,有权,接着现在他帮你订一套选举规则, 然后689个人说,有了这套新的选举制度之后呢, 就没人扔杯,是吧? 没人在立法会吵冤架, 那你这样说我真是, 他特别说没人扔杯, 有一次扔他不中,真是好, 不可以, 不坏的, 以后就安静得多了, 如果你做特首那些人就不是在厨房, 即是说自己, 今次就进去就不用被人扔杯, 不用被人抢文件, 那个就不是厨房了, 即是怎样? 你什么立法机关这些国会, 出现这些所谓的肢体抗争, 或者议会抗争, 很平常的, 即是等于你那些人说, 爱国者治港, 全世界都爱国的人治国的, 难道我这些叛国的人治国, 这些什么是逻辑来的呢? 谁说叛国人可以治国? 喂, 我发表跟政府不同的意见等于叛国? 在英国,在美国,在加拿大是这样的, 你怎么说外国, 这个陈鹏富珍吃了屎的钱人, 是不是? 所有今天为止, 到现在为止, 还仍然去拍着共产党拍屁的那些, 全部都是钱人, 这个不是人身攻击, 这个不是情绪性磁眼, 这个是客观的描述, 这个是fair comment, 现在香港, 喂, 你被人踢了出去, 你没看过传统基金会, 跟着你陈茂波的回应就是政治偏见, 这些怎样是政治偏见? 喂, 这些是根据客观的事实, 喂, 人家去做评级的, 是吧? 根据客观的事实, 他去做一个这样的判断, 你明白吗? 那哪有错? 坐在哪? 你告诉我, 是吧? 怎样叫政治偏见? 现在你还在讲基本法, 还在讲一国两制, 是吧? 即是说出来, 就被人笑, 是吧? 惹人愤怒, 是吧? 你现在政治在开会, 打罗打鼓, 接着人大再开会, 就去订一套选举制度, 一定放在议程中的, 是吧? 三部曲, 五部曲, 五部曲, 一部曲, 是吧? 一部曲的意思就是, 共产党帮你设计一套选举制度, 其实, 基本法的选举制度, 都是共产党设计的, 是吧? 可以这么说, 但是那时候设计这套制度的时候, 他还是打算还政于民, 在那个基本法里面写得很清楚, 循序漸进, 是由你香港人去决定的, 是由你香港政府去提出这个政改方案, 人大常委会所担任的角色就是备案, 对你的政改方案, 你签了的政改方案, 备案, 是吧? 或者批准, 是吧? 及批准应该是行政长官那个政改方案要批准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中央对这个行政长官有任命的原因, 那些都是行礼如意, 大家去理解那个基本法的说法, 及当时在基本法草议期间, 80年代中, 我们写个无数那么多文章, 逐条逐条, 那些基本法徵求意见稿, 基本法草案, 是这样在那儿抄, 寫很多文, 是吧? 而当时你参加的香港草委, 包括是一个亲建制派的, 是吧? 那些草委, 他们不是这样理解的嘛, 那如果不是, 为什麽你文件, 为什麽你文件, 为什麽他整江写0708商好处呢? 所以你今时今日, 你曾荣诚又走出来, 又说些不同的东西了, 是吧? 说之前和自己说不同的东西了, 是吧? 那他未必要行务局的, 如果他帮你设定一个制度, 是吧? 都未必违法基本法, 那样说了已经有了。 喂,很清楚的嘛, 是不是呀? 虽然都是共产党写的, 是吧? 就是人大常委会草议的, 那个基本法, 但是当时, 他真是想着,喂, 给你香港自己搞, 但是他有一条底线, 是吧? 就是这麽简单的, 那你现在定这一条, 所以爱国者治港, 跟着还要说尊重共产党, 是吧? 因为共产党领导中国, 是吧? 说这些东西, 是吧? 那你, 那那款基本法, 就是等了它, 可以, 是吧? 就是我们这类人呢, 是从来都不信那个基本法, 没有内容会实现的, 是吧? 那我们就不会觉得, 就是很惊讶了, 但是那些一直以来, 相信大佬有没有基本法, 就有基本法, 是吧? 一国两制高度治治港人治港, 是吧? 是吧? 整天讲的, 是吧? 高度治治港人治港, 一国两制, 那我先说, 现在大家就说爱国者治港, 爱国者治港, 他现在还在那里解话, 就是说, 爱国者就是, 我不要要求你爱国, 但是爱国, 你一定要尊重中国, 共产党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的, 但是他没有说一样东西, 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是永远的, 你现在说的是, 是吧? 那你对于一个执政党, 个个都会尊重的, 为什么现在就算民主党, 就是现在执政, 有人不能尊重他, 但是一定有人尊重他的, 是吧? 那他两党政治, 到共和党上场的时候, 一样有人不尊重共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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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多了个田飞龙, 这些这样子, 你想到党棍, 这些读书读书坏书的, 你一进去, 你以为自己真是做习近平次郎的, 他以为是, 是吧? 所以我真是很厉害眼光的, 我们本书, 我点够他名字, 他一早已经, 你明白吗? 又是契第一个, 休息一会。